大搖大百走進禮品店 打開商品櫥窗拼命伸手 一個接著一個的 把商品放進籃子裡 換個角度來看 他手上拿的是一個紅色洗衣籃 就怕會被發現在偷東西 竊賊以最快的速度 將櫥櫃中商品搜刮一空 我們有的台主有發現 然後他們說可能是騙人的 可是我們想說 心懷說大家應該都是善心人士吧 然後結果真的就是騙我們 偷了我們東西這樣子 會這麼懊惱 原來是因為店家 舉辦了抽獎活動 進了好多精美禮品要送給顧客 但在這個月3號 因為活動太忙了 店家忘了拔掉鑰匙 男子經過時眼看四下無人 先是試水溫帶走了三個模型 心切得逞後 第二次直接帶來洗衣籃 把剩下的商品全部偷走 過沒多久又回到現場 留了一張紙條 說要先幫忙保管 卻沒留下任何的聯絡方式 他那天就是來逛完以後 然後剛好發現我們這個櫃子沒有 鑰匙沒拔走 然後他就把我們裡頭10台的直升機取走 然後就留一張紙條跟那個鑰匙 在我們櫃子裡頭就像這樣這樣子 店家研判這名男子可能是住在附近的住戶 才能散步50回到事發現場偷竊得手 就是像這樣的直升機模型 一個要價450元 一次被偷走10個 真的好心痛 還裝作好心幫忙保管 以為能夠掩飾罪行 店家氣得把畫面PO上網 要大家記住這張臉 別讓其他店家也跟著受害 記者楊子健 許玉杰 新北市報導 好呀